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等莫无忌询问铺子大师是怎么回事 铺子大师就看着莫无忌厉声问道 这战剑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莫无忌的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 铺子大师 我请你来是帮我完善这个战剑的 不是让你来调查我的 佳琪知道莫无忌可不是任人拿捏的主 他赶紧在一边圆场说 铺子大师 那属于莫道友的私识 不是我们应该问的 铺子也想起了莫无忌的强悍 他曾经可和莫无忌动过一次手 那次他没有占据任何上风 甚至还隐隐落在了下风 而这数个月的时间 莫无忌的实力好像又增强了 更何况这里是莫无忌的老巢 到处都是人家的发阵 如果在这儿和莫无忌动手 他绝对逃不了好 一想到这儿 铺子大师的表情和语气都缓和了下来 莫道友 我没有恶意 只是这战舰上还有许多的箭炮和炮弹都去了什么地方了 莫无忌听到铺子大师提起箭炮 他心中一惊 这些箭炮都被他拿下来了 铺子大师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铺子大师 这些和你没有多大关系 你只要告诉我 愿意帮忙还是不愿意 莫无忌淡淡的说 如果铺子大师不愿意帮忙 那就拉倒 他就不相信没了铺子大师 他还炼制不成这个战舰 铺子大师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主动把戒指还给了莫无忌 莫道友 我知道你费常人 这个忙我非常愿意帮 而且愿意和你一道离开半仙玉 炼制这艘战舰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莫无忌收起了戒指 抱拳说道 铺子大师有什么条件尽管说 只要我可以做到 自然不是问题 铺子大师以白手 这个条件 等我们出去后再说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 见过莫无忌的战舰之后 铺子大师居然比莫无忌还要来得及前 我去兑换一些碎灵石 然后离开 莫无忌答道 他这次离开半仙玉后 肯定要修炼到地仙才会回来 所以兑换一大批的碎灵石那是必须的 铺子大师犹豫了一下 我身上还有数百枚碎灵石 若是足够 我建议你不要去兑换了 莫无忌心想 果然是练习大师啊 身家居然如此丰厚 要知道 他在半月狱中看见的那些天才 也不过是数十枚碎灵石而已 虽然那些天才可能是将碎灵石拿来修炼的 但铺子大师在这个地方 依然算是非常富有的家伙 不够用 我一个人去就够了 佳琪道友 你和铺子大师就在这等我 莫无忌说完 已经抓起箩筐迅速离开了房间 他准备要去找那个府爷 等等 铺子大师只来得及叫了一句 莫无忌却早已离开 铺子大哥 莫道友不会有事的 你不用担心 在单独相处的时候 佳琪一般叫铺子大师为大哥 铺子皱了皱眉头 他应该是去找斧头了吧 那家伙吃人不脱锅头 他一个人却太危险了 若是他一次拿出的黑石太多 我正怀疑他能不能回来 如果不知道莫无忌身上有战剑 莫无忌就算是去找道主 他也不会有半点担心 可现在莫无忌身上有战剑 而且这关系到他的未来 他岂能不担心呢 佳琪则是沉着地说 铺子大哥 我和莫道友一起共事 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他不是那种鲁莽的人 他既然让我们在这里等 我们就在这里等好了 铺子大师的推测 不是没有道理的 地下黑石交易的斧业 心狠手辣 大家都知道 而且铺子知道 莫无忌身上有大量的黑石 如果莫无忌拿出太多的黑石 难免斧业会不动心 老板在不在 莫无忌第二次来到这里的地下交易的屋子 更是直接了当 那练起修士认得莫无忌 只是对莫无忌点了点头 旁边的小门就直接被打开 莫无忌走进房间之后 小门再次关闭 莫无忌立刻就发现 他的神念被禁锢了 上次他的神念还能扫出去 可是这一次 他的神念已经无法扫出去了 这难不倒莫无忌 他还有楚神罗和灵眼 灵眼不方便在这里打开 楚神罗的神念则已经从脉络中伸展了出来 将这间屋子的法阵看得是清清楚楚 当初的阵器换了一个位置 同时还增加了两个困杀阵 还有一个逆杀阵 那逆杀阵的作用就是在这里战斗 杀气波动也很难波及出去 莫无忌心中冷笑 这几个困杀阵对他来说 基本上等于屋 莫大友 好久不见呢 不等莫无忌开口 坐在上手的府爷就主动打了一句招呼 莫无忌一听就知道对方调查过他 这次屋子里少了一个人 第一次用小刀偷袭他的那个精兽修饰不见了 莫无忌很清楚 这家伙不是不见了 而是隐匿在门边的法阵之中 估计是知道自己过了 准备给他一个下马威 莫无忌怡然不惧 他早已找到了这里的阵机所在 只要一战斗 他会在第一时间轰开阵机 出现在外面 这也是他为什么不带莫子大师和佳琪来这里的道理 他肯定服役在这个地方的人不是这四个 就算是他们全部来也是刮不敌众 倒不如他一个人来灵活激动许多 莫无忌默然的说 之前一直在外面挖黑石 最近刚回来 所以想要来交换一些黑石 他闭关的事情 就算是对方知道莫无忌也不会在乎 呀 交换多少啊 辅爷端起身边的茶杯喝了一口 漫不经心的说 莫无忌很讨厌这家伙的作派 既然是做交易 大家就平等的坐下来 慢慢谈 这家伙却一直高高在上 就好像是施舍一样 若不是莫无忌实在是需要碎灵石 他还真不想和这种人交易 这家伙真是完全不懂做生意 那如果我一次交易五十枚黑石 价格会不会上升一些 还是二十五岁零石 如果交易一百枚呢 这次辅爷倒是抬起了头 他惊讶地看着莫无忌 你有一百枚黑石 莫无忌不答 只是静静站在远处等候 见莫无忌不回答自己 辅爷哼了一声 哼 如果你有一百枚 我给你二十八岁零石的价格 两百枚呢 莫无忌依然平静地说 辅爷闻言忽然大笑出声 你 小请我来了吗 若是你能拿出两百枚黑石 我给你上次说的五十岁零石价格有何法 若是你拿不出来 就别怪我不客气 在我这里 没有人可以开玩笑 坐在辅爷身边那名清秀女子文言 叹了一口气 他其实不赞成辅爷这么做的 可是辅爷硬是要说 无论能不能把莫无忌收过来 也要试试看 若是实在不行 那就给这新人一点教训 让他对这儿有些敬畏之心 莫无忌没有再说话 他也知道 辅爷说的这五十岁零石不是真心的价格 真心价格 能到三十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这家伙在这儿布置了困杀阵和逆杀阵 肯定是要给他来点狠的 不过既然价格都说出来了 无论是真是假 他也会让这辅爷活吞下去 不行也得行 莫无忌只是将背后的箩筐拿出来 将上面的盖揭开 里面是满满的一箩筐黑石 辅爷呼的站起来 他身边那清秀女子和手拿算盘的秀石 也都震惊地站起来 这箩筐完全装满了 的确是两百多枚黑石 两百枚黑石他们自然见过 但是有人带着两百枚黑石一次性来交椅 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 真是两百枚黑石 辅爷吸了口气 依然恢复了平静 那请问现在是不是可以交椅了 这里一共两百零二枚黑石 灵头我就去掉了 你只要给我一万岁灵石就行 莫无忌将箩筐的盖子盖了起来 同时把箩筐背在了背后 辅爷微微皱眉 他知道莫无忌这动作的意思 那是准备打架了 这真是一个新人吗 如此的嚣张吗 你就不怕我黑了你的黑石吗 辅爷与其平静地说 莫无忌忽然侧疑了几步 他同样平静地说 你不敢 见莫无忌这个动作 辅爷眼光一阵收缩 这是怎么回事 他明明已经请了顶级的阵法宗师 更换了阵机的位置 甚至在这儿布置了阻碍神念的法阵 为什么莫无忌还是如此迅疾的 就找到了阵机的所在呢 你不敢 居然在自己的面前如此嚣张 算吧 让他看看我敢不敢 辅爷狼哼一声 将手中的茶杯重重放在了茶几上 莫无忌身上背了两百枚黑石 他肯定莫无忌也不敢破坏这里的阵机 是 手拿算盘的中年修士 一听到辅爷的话 当时就扑向了莫无忌 莫无忌心里已沉 他发现自己有一点没有考虑到 尽管他找到了这个地方的隐匿阵机 但他同样不敢破坏这里的法阵 他可是带了两百枚黑石 一旦破坏这里的阵机 以辅爷的关系网 也许只是利益损耗一些 而他却很有可能会丢掉小命 果然还是白蜜已数啊 不朽凡人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